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新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北京时间9号 大概凌晨一点多钟 那有关南方周末这件事情呢 烙听了 有了解决方案 解决的方案据说是在胡春华直接插手之下落实的 大家要注意 过去的几天里面围绕着整个南方周末的事情 我们没有听见胡春华的声音 也没有任何报道提到胡春华如何如何 而报道当中主要集中在习近平身上 这就是我们跟大家分析的一个关键点 如果今天不是胡春华 而是汪洋的话 我们相信更多的集中点报道都在汪洋身上 但是当换成胡春华的时候 胡春华刚刚来 在南方周末出现了这样的事情 那作为胡春华来讲 他应该说很难一定负什么责任 第一个 第二个 而广东省的宣传部长 妥振 她是副部级 她直接的被领导者 实际是应该是这个刘云山 也就是政治局常委这个层面 因为她所在的省 广东省的位置很高 那你说她是不是要直接听命于中宣部长呢 是 但是呢 前后的顺序来讲 和他们内在的关系来讲 相信她与刘云山的关系就更近 那也就表明出 整个针对南方周末的处理呢 这就出了两条线 一个是习近平这条线 另外一个就是刘云山这条线 那出现的整个围绕着事情的冲突呢 也在这儿 可是非常有趣的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 胡春华在这件事情上 几天来都没有说法 结果在最后解决的时候 却是她来露面 这就形成了 胡春华在处理这件事情的代表的身份呢 与习近平就更近 换句话说 他是跟习近平之间有过商榷 拿出的解决结果 而不是在中宣部的系统当内 而系统之中完成的 所以我们依然可以看出来 这是中共最上层两条线路的斗争 而结果出来之后呢 却于1989年 当时这个我们看到的江泽民 跟赵子洋之间的关系的那种处理呢 有着类似之处 也就是说世界经济导报 江泽民的处理方法 受到了当时的赵子洋的批评 BBC在第一时间把这件事情 报道出来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BBC的最新的报道文章题目 直接说 胡春华亲自调解南方周末僵局 那文章是路透社引述了 广东省委的人事消息讲 胡春华亲自介入目前的僵局 提供了解决方案 根据这个方案 报社员工结束罢工 恢复正常工作 本周报纸照常出版 不搞秋后算账 那这短短的几句话证实 员工确实罢工了 第二个 本周将照常出版 而不搞秋后算账 这就等于给所有的人吃了一个定心丸 但是这个定心丸呢 是由胡春华派出来 那另外一方会怎么样呢 那我们就不知道 但是从结果上说呢 这就是我讲的 这个有点类似于当初赵紫阳批评江泽民 在处理世界经济导报式的做法 路透社的报道的评论直接说 这可能是中国媒体自由的一个令人鼓舞的信号 但是也就在同一时间 我在Twitter上看到国内很多著名的媒体人 他们的在微博上的账号都被封了 但我并没有核实呢 是新浪的微博账号呢 还是腾讯的微博账号 大概他列出了十几个人 所以跟现在这个消息的情况呢 有所出入 那这种出入为什么 我们现在还没有结果 但是呢 如果路透社这个消息是真的话 那就说 起码走到现在呢 是走了一个相对让人们感到满意的结果 只是针对此事而言 文章紧接着说 因为这件事情在中国引起了巨大的民意风波 所以这件事情的走向 被看成是习近平对待改革的石金石 这个在我们很多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 文章紧接着报道讲说 目前还无法立刻证实是胡春花介入 从而导致南方周末员工达成协议的情景 而后者可能因为协议的规定 无法立即来表态 那换个角度讲呢 作为南方周末的员工现在应该是复工了 这是事实 但是路透社透过两个不同的渠道 都可以说明记者们把这个本身看作是南方新闻工作者的一个胜利 这就是目前针对这件事情能看到最新的结果 那另外一个 就是到底怎么处理这些在整个这场戏当中的主角呢 文章讲说 第一个 根据协议路透社从三个不同的渠道证实 南方周末主编黄灿将被解职 黄灿呢 我们曾经跟大家解释过 他扮演的角色是二奶 他是一个出卖者 是个妥协者 结果他自然就会充当了炮灰 党的文化呢 是一种出卖的文化 出卖朋友 拿手 这些东西在我们现实的社会当中比比皆是 出卖朋友是为了保护自己 出卖下属为了保护自己 出卖其他人 这出卖的文化 在共产党的文化当中是根深蒂固 这个本身我曾经唾弃过 这是对人性的扼杀 那今天呢 我们看到呢 黄灿非常可怜 他被解职了 应该不应该呢 我们放一边 我们就看事情怎么发展 另外一个就是妥占 根据路透社拿到的消息说 胡春华暗示 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妥占也将下台 但为了官方的面子 不会让他立刻离职 这就是很有意思 是不是这样呢 是这样 我说什么意思呢 二奶 被人玩了 被人耍了 被用被人利用了 你也为他卖命了 然后你又被强盗 要求堵了枪眼 强盗就是强盗 强盗要走的时候呢 他还要顾及面子 这就是共产党的文化 但你说现在 他又能怎么办呢 因为他戴着共产党的帽子 他自然就是这么个情况 所以这就是我一再说的一个概念 这个体质之下呢 就像个绞肉机 把所有人都搅着连肉 在骨头 在血 在皮 在你脚趾头盖 你都分不出来 把人全都毁在里头 那这个消息同时呢 也被德国之声证实了 那德国之声在报道时这么讲 广东省委书记 介入了南州事件 那消息来自于广州 他同样是引述的路透社的消息 他讲和广东当局 关系密切的知情人士透露 那胡春华介入 介入南州新年献辞事件 提出解决方案 根据该建议 那职工将恢复正常工作 本周报刊正常出盘 大多数员工将不会面临处罚 那咱们就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那他反过来说 那总作为主编来讲 他当然也是员工一个了 所以他被处罚是他的事 是这么回事 而且他特别提到说 胡春华做出暗示 宣传部长 妥证可能会下台 不过他不会即刻离职 而即刻下台的是 南方周末的主编黄灿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整个这条消息 最新的情况 那星期四咱就看 南方周末这期报纸将说什么 那其实这件事情的处理结果呢 在此之前呢 多少有一些迹象 这个迹象呢 是透过中共的官方媒体 不同的这种口径 不同的说法呢 我们能够感觉到 而在我们的分析当中呢 只是跟大家说呢 应该是中共最上层的相互的博弈 咱只能等着博弈的结果 那我们刚才看到的是博弈的结果 而为什么说媒体有着不同的声音呢 法广就在今天同样有一篇文章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人民日报说 宾器自以为是声音说教的新闻宣传管理者 这苗头直接冲的就是主管宣传的官员 这样的说法在我看来就是直接抨击中宣部 文章呢 实际是主要引述了人民日报针对这件事情发表的一个评论 评论当中说 新一届领导集体求真务实的作风 向宣传文化战线的延伸 当下摆在新闻宣传管理者面前的考验 前所未有 前所未有就是否定前面的中宣部的说法 前所未有否定了李长春的做法 前所未有否定了原来江泽民 把主管宣传的官员插入到政治局常委当中的一系列的做法 要不然干嘛叫前所未有呢 他紧接着讲说 也因此那些不利于打通心结 凝聚共识的僵化观念 那些放任信仰缺失 价值迷失 信任流失的错误行为 那些手段单一 自以为是的生硬说教 都应该坚决摒弃 那这个说法就非常厉害了 这个说法实际是否定了原来中宣部的说法 而这篇文章应该是在7号左右的时间拿出来 这就是我们看到整体的场面 应该说截止到这一刻 我们做节目这一刻 我们看到的消息 南方周末的这个事情的最终的结果呢 应该对后面有着相当的影响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